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去讲 那我们刚才把这个模型类给大家定义完了 定义完了之后的话 现在咱们再来大体的说一下 就是说你在去定义模型类的时候 考虑的出发点要从你的表的结构当中来进行操作 我表当中有哪些字段 我这些字段就通通的都得去定义成column的这种类型 然后把column的类型都定义完了 然后哪怕如果说当前是有外界关系 那外界的这种数据我必须要保存下来 我得顺着这个数据才能找到对方 所以这个数据也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意味着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对于外界也必须把它保存为column类型 然后再去指明到底是根据哪个表里面的哪个字段 产生关联了 在这里面一旦构建完成之后 如果说我在模型类当中为了查询方便的话 我可以进行扩充 我可以扩充上db relationship 然后把它拿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考虑的时候 就不是从底层的表的角度进行考虑了 而是说我接下来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把哪两个类关联到一起 我在肉当中定义了resensive 它就代表是说 把这个肉跟当前的user关联到一起了 所以在里面代音的就是类的东西 然后也就意味着最终 你通过这个users属性拿出来的 是属于user这个类的一堆的对象 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当前你给它添加完成之后的话 仅仅是给肉里面去补充了这样属性 那你回过来说 如果想给user这里面也添加 为了给我方便 我想顺着user不再去找到的是一个肉的ID 而是说肉的那个具体的对象的话 怎么去操作呢 你还是可以通过刚才relationship当中 再添加上一个backref的方式 backref的话 就相当于给user这个对象 添加了一个新的属性 叫做肉的属性了 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你说这个backref一定非得添加吗 不一定的 你不添加也是可以的 不添加的话 你如果想通过user去找他属于的肉 到底有哪些 那你自己去手动的通过肉ID去找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backref不是必须添加的 那包括这个relationship都不是必须添加的 所以呢 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好了 我们把这个模型类定义完了 定义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创建了 我说为了进行测试的话 咱们先把这个表给你同步到数据库当中 然后呢 再往里面c数据 但是呢 在这里面是没有jungle里面那种migrate 或者说migration那样的命令 没有那样的操作 我们要想达到那个操作的话 我们得后面去引入这样的一个扩展 那这个扩展的话 我们今天就先不引了 咱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在这种操作的话 就得按照最原始的方式来往进行传输 我们按照最原始的方式 往里面去传输数据的话 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直接去操纵创建好的db的这个对象 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创建好了一个db的对象了 所以呢 咱们直接操作它 我把它先折叠起来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怎么操作呢 我先把这个视图函数 我都给你除掉 没有视图函数 然后呢 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就想在我启动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把刚才所创建好的这两张表 给你写到数据库当中 所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把它放到if刚刚问的方程来 然后呢 首先要做的操作就是 通过db的方式 然后呢 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你现在是第一次去创建这个数据库 很有可能里面有一些脏的数据 可能没有数据的话 那这时候怎么操作呢 我就可以操作这个db里面的一个dropout的方法 然后呢 把数据库里面 当前你说的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历史表 全部清掉 所以这是 使用dropout 然后清除数据库里面所有表 清除数据库 里的所有数据 只要注意 这个数据库指的是你当前连接的东西 但是这个dbdropout可不是随时都能去用的 我们现在说代表是第一次进行创建呀 而且为了是当家给大家提出来有这个命令 所以放到这了 但是你在公司当中 如果直接那个dbdropout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卷覆盖走人了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 不是随时都能去做的 只有第一次才去做 剩下的时候呢 就不带他们去做了 然后呢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那去创建的话 创建 所有的表 怎么去创建呢 db当中有一个createout 通过这个createout的话 就能够把表全部创建进去 因为刚才我们在构建这两个模型类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使用的db里的模型关联起来的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继承的 所以你在这个db.createout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在当前文件中有这两个模型类 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模型类给你创进去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先让程序去执行一下 那我当前呢 就让程序去运行 运行一下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 给我打印一下 Bandes完成了 当前已经程序退出完了 这就相当于你跟自己在这里面去执行脚本是一样的 你python db 然后呢 demo 我把这个db.demo是不是放到template来 我说怎么没有了呢 咱们给他挪出来 挪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种进行操作的话 就是db里面的demo 然后你就按照这样方式进行脚本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相当于执行完成之后 这两个db.createout就有了 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刚才所建立好的那数据库 我现在是不是得引用一下 应该是use db.python04吧 去切换过来 然后呢 再应该去查看的话 怎么查看 show tables吧 看一下 刚才一个tb.rose跟tb.user是不是有了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dsc tb.rose这张表 对应的字段 dsc对应的是不是两个字段呀 一个id一个name吧 而我刚才所创建的ro里面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另外的 看一下把它点开 是不是还有一个userrelationship吧 那你看一下这个userrelationship 在这里面有吗 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呀 那相对应的dsc 我们再看一下table里面的users 它有哪些字段呢 id name email password跟roid吧 这个roid是不是也具我指明的 我在这里面写了哪些相对应的字段 id name email password roid 前些字段通通的都给传过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我看的 谢谢观看